哈囉大家好我是鼓督尋路的張小臉堂想說 來今天要解剖了這顆雙頭捲捲路 大家可以看到前後都有葉子出來 那代表它有兩個頭 一個在前面這裡一個在背後 它背後這個比較棘手的就是 它跟前面是這樣相擠在一起 所以等一下破蓋會很麻煩 那遇到這種狀況我建議大家先脫盆 先把它從盆子或板子上拆下來 那我們從根隙那裡下手這樣子 直接從根隙下面這樣撿上來 會比較好做 那到底該如何做 我現在親自嘗試一次給大家看 那首先你要有很長很長的剪刀 然後跟很鋒利很鋒利的剪刀 這個一定要的 那我們要從戒指開始這裡下 這樣剖進去剖對半開 所以你要找到它的分解點在哪裡 好那我們就開始啦 如果遇到太大顆的植樹 其實你可以拿那個軍刀鋸 這樣慢慢鋸開 你不一定要剪刀 那我先拿一下軍刀鋸 準備一下 有時候軍刀鋸真的是一個 很好用的神器 那一鋸鋸鋸戒指就直接破掉了 那接下來就要看準目標下手了 那基本上這樣鋸鋸就已經被我們分成兩半了 我們慢慢的先打鋸鋸往外掰開看看 好再對它進行下手補刀 好補完刀以後拿這一支超好用的水草剪 這個真的是水竹管 水竹管在賣的那種水草剪刀 全白鐵它很長齁 它這根骨幹很長 而且它是細扁的 很好用 所以推薦大家購買這一種 下半部分鈴 那我們要開始找三半部的分解點在哪裡 那很好的是它這一顆啊 它兩個臉相隔開有一個位置 所以我們可以從哪裡破下去 那老的營養液可以先破開剪開來再下 這樣你會比較好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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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已經被剖成兩半了 我們現在給它分離 做一個前後分離 它中間會有黏結的水 它再把它剪掉 你這樣做的話 可以達到根系最大化 老舊根系最大化的狀態 這樣子它根系保留的是最大塊的 這樣也是對於它最好的狀態 那這樣子就一分為二兩顆大捲捲路 就這樣子誕生了 好那錄影就到這裡了 拜拜